我们在境外的很多国家都能看到我们熟悉的二维码 在很多哪怕不是华人超市的地方 都能看到支付宝 微信支付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呢 中国人在境外感觉到比较方便 甚至有一种感觉 人民币已经走向国际化了 是吧 现在我们已知的银联可以覆盖一百多个国家 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应该是 那么微信支付呢 在二十多个国家可以使用 支付宝甚至可以达到将近四十个国家 中国的移动支付目前在全球规模是最大的 据中共自己的测算 2017年达到了两百万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规模 是吧 差不多三十万亿美金 那么美国同期的移动支付不到两千亿美金 许多人说 人民币已经走向国际化了 真正的数据 在境外的其实并不大 我看到一个公开的资料 2016年11黄金周 在全球 移动支付 境外付款的 不到八亿美金 那么你相比一下 那么在这个 国际贸易结算中 美元和欧元 占到了75% 人民币呢 不到2% 相对于每年从中国抽逃的资金 是按千亿 甚至万亿美金来计算 那么人民币境外支付的部分 也就几百亿美金的份额 2015年 中国打造了一个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它是针对环球同业银行 电讯协会 就设在布鲁塞尔的 这个银行结算体系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呢 它有很多动作 但是在境外 它的效果并不大 因为我们看到 占全球GDP 份额20%左右的美国 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 它占的比重 差不多是40% 那么同时期 中国GDP占全球GDP份额的15% 那么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 同样还是不到2% 所以真正能够触发 人民币境外结算系统被关闭的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人民币汇率开始出现崩溃 一个是开始出现货币战 这两个可能在短期内都不太可能出现 所以呢 不必要担心这些东西 人民币境外支付 境外结算 主要出现在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 一带一路国家 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向是欧洲 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才能谈到美国 所以呢 中美出现的对峙 目前 对人民币境外结算影响不是很大 真正让它关闭的 还是汇率和金融战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上来看 2019年中国需要偿付的外债呢 差不多要超过一万亿美金 如果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中美的贸易争端 对峙将逐渐扩散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极有可能会收出贸易份额 贸易的规模下降之后 人民币国际化呢 它就呈现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一个是对美国 对欧洲 大面积的缩减 不管是买还是卖 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呢 一带一路国家 中国的周边国家 中国需要强力的打造 更为开阔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 以独立于现有的 是在布鲁塞尔的 这个国际电信协会 我们知道 这种情况 在前苏联崩盘之前出现过 前苏联搞过一个金户会 当时的贸易份额 仅次于欧共体 前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甚至他都不用美元进行贸易结算 有一些国家 开始实行本国货币 与卢布之间的国际结算 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俄罗斯 没有把它推广开来 它在国际社会中呢 还有一些 可以为人称道的东西 能源 军火 是吧 我们习惯上把 俄罗斯目前的GDP 称为 砍树 挖油 卖军火 那么中国呢 中国从已知的 对外贸易的 这个份额上来看 中国主要出口的 其实还是机电产品 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东西 58%是机电产品 那么支撑中国未来销量 极有可能不是欧洲和美洲 而是周边国家 一带一路国家 甚至俄罗斯 所以中国想打造一个 自己的贸易结算体系 它就不能完全关闭境外的 这些分支 我们看到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未来在一些国家 可能会遭到关闭 但是在全球范围内 他们应当还是会阻挡 这个东西 在中国与世界贸易 形成极端化的时候 中国极有可能 力量打造一个 人民币的境外支付平台 借以维持 中国贸易的 继续运转 未来我们看到的 这种极端现象 极有可能发生 而且这是支撑中国经济 继续运转的 唯一的方式 自循环 它不足以支撑 中国需要的能源 与矿产 中国的贸易 仅仅凭自循环 是难以为继的 它必须要在境外 找到一些突破核 不仅仅是前两年 所提出的产能问题 它其实还是一个 贸易规模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内需 仅仅从国家层面 是可以放量的 但是拉动不了 全国的经济 不仅是增长的问题 连维持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 境外支付 在2019年 可能会出现 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它放弃 许多与中国 不再友好的国家 谢谢大家 再见